结婚七周年纪念日 我看到了妻子的孕简单 我一直等到半夜 希望她能给我一个解释 因为这个孩子不是我的 妻子说害怕会像她母亲一样难产 所以我早就劫诈了 我想劝说妻子打掉孩子 她却坚决反对 这个孩子是顾成的 她得了绝症 我想为她留下一点血脉 我和她错过了太多年 我不想再有遗憾了 顾成 七年前抛弃过她的竹马 却在三个月前回国了 她曾经发誓说永远不会原谅她 我茫然地看着妻子 那我呢 我们的七年又算什么 看着手里那张早孕八周的B抄单 明明是闷热的夏天 我却觉得浑身发冷 今天是跟柳如嫣结婚七周年的日子 我推掉了所有的工作和应酬 在家安排了烛光晚餐跟她庆祝 零下班前 看我抱着一束火红的玫瑰 相熟的下属调卡 都说七年之痒 可我们许总和小柳总还跟热恋气一样 我兴冲冲地回家 亲手下厨准备了妻子爱吃的菜 可是我一直等到深夜 她都没有回来 然后我在家里的茶几下面 发现了妻子的孕解单 白天助理小王悄悄地恭喜我要当爸爸了 我想到前些天妻子说过要领养一只小狗 以为她说的是这个事情 却没想到柳如嫣是真的怀孕了 刚结婚的时候 她曾一脸歉疚地向我坦白 言之 对不起 我恐怕这辈子都没有办法生效我们的孩子 我知道她的妈妈是难产而死的 她对怀孕生子有天然的恐惧 我不想她有负担 所以我以自己没做好当爸爸的准备为理由去劫诈了 那现在 她肚子里的孩子又是谁的呢 时钟的指针已经过了12点 妻子才回来 听到开门声 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把那张蕴简单藏起来 如嫣 你回来了 看着满桌子的菜 她一愣 对不起言之 我去见了个朋友 忘记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了 朋友 今年开分公司我们才搬来了宁城 而我们两个相熟的朋友们大多都还留在海上发展 如果真的说是她的朋友的话 在这里只可能有一个人 我假装随口一问 什么人值得我媳妇大晚上的去见呀 我认识吗 她演示般的笑笑 不是什么重要的人 你不认识的 我有点累了 先去洗漱 看她一副不想说的样子 我默默地把蕴简单放回原位 把凉透了的饭菜都收拾干净 又把厨房整理好 做完一切出来的时候 看到柳如烟坐在沙发上 面前是那张蕴简单 看到我过去 她面色微微发白 原来你已经看到了 我没说话 柳如烟为人最细致了 一定是发现了蕴简单被动过 孩子 是谁的 是顾成的 顾成 柳如烟的青梅竹马 七年前在她最困难的时候 突然不告而别 我以为她早就忘了她 现在看来 似乎是我想当然了 三个月之前 我无意间从好友口中 得知顾成回来了 恰好还在明城 我以为柳如烟不会知道 就悄悄瞒下了这个消息 没想到 一切都是我在掩耳道淋罢了 他们两个早就联系上了 他告诉我 两个月之前他们偶遇了 那天他们都喝醉了 才没有控制住自己 我的拳头攥紧了又放开 对他的情感占了上风 我耐心的劝解 如烟 打掉这个孩子 我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好吗 听到我的话 他像是怕我伤害他一样 跟我拉开了距离 护住了自己的肚子 不 我要生下这个孩子 看到他对我的抗拒 和眼中的警惕 我的心一阵抽痛 难道在他眼里 我真的比不过顾成 想到这里 我心里也有了气 柳如烟 七年前是他抛弃了你 现在你要为他生孩子 你非要这么做见自己吗 他泪光盈盈 言之 你知道吗 顾成得了绝症 我只是想为他留下一点血脉 绝症 听到这个消息 我却没有多大的感受 那又怎么样 从前我就不喜欢顾成 觉得他眼里太多的算计 对柳如烟又太过高傲 总是若即若离 但因为他喜欢顾成 我没有太多干预 许言之 你怎么这么冷血 顾成也是你的朋友 朋友 大可不必 我冷冷一笑 在他不知道的地方 顾成对我诸多比异 同样是男人 他很清楚我对柳如烟的感情 经常故意拿他们亲热的照片刺激我 这样的情况下 我怎么可能跟顾成是朋友 许言之 我对你真的很失望 柳如烟从沙发上起来 既然你不能接受这个孩子 那我们离婚吧 我和他错过了太多年 我不想再有遗憾了 砰的关门声响起 我看着他离去的方向愣着出神 因为顾成 他要跟我离婚 那我们的七年婚姻 又算什么 我端起面前忘记收走的红酒杯一饮而尽 觉得自己仿佛一个笑话 这个夜里 我喝的鸣鼎大醉 梦里四真四患 都是过往 柳如烟和顾成是门当户对的青梅竹马 我是柳家资助的孤儿 我们三个 算是一起长大的 只不过我只是一个背景板 因为柳如烟曾经给予过我的温暖 我一直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 看着他和顾成的分分合合 我以为自己只能当他生命里的过客 直到七年前 柳氏遭遇危机 顾成却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了 看着他在那些虎视眈眈的债主中间苦苦支撑 我想保护他的想法到达了巅峰 在他又一次被围剿的时候 我站在他面前 我是他的男朋友 有什么冲着我来 我的挺身而出 却换来债主们的哈哈大笑 他是我未婚夫 就这样 我一头栽了进去 我陪着他在供应商之间周旋 合作拿下一个个项目 相互扶持走出低谷 七年来 我们一直是圈子里模范夫妻的代表 但只要那个人回来 一切就变了 朦朦胧胧的梦境拉扯着我的记忆 让我一次又一次知道什么叫自欺欺人 天亮了 梦醒了 我也该醒了 宿醉醒来 我撑着发账的额头 看着手机上的信息 见一面吧 号码是陌生的 但我直觉那人是顾成 不必了 不知疲倦的家我 我想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就同意了 下午 在咖啡馆里见到顾成的时候 我有点不感人 他整个人瘦弱又苍白 宽大的衣服罩在身上 像是挂在树枝上一样 面前的顾成和他七年前 意气风发的模样 判若两人 对于他 我却生不出太多的同情 毕竟是他的归来 破坏了我原本美好的婚姻 顾先生找我什么事 我想请你 把如烟还给我 我们不想浪费最后的时光了 我不置可否 他继续道 你知道的 我没多少日子 我想在自己死之前勇敢一次 过去我欠南威太多了 我想弥补他 他的声音微弱 透露着几分不确定 七年前你在他最需要你的时候 抛弃了他 伤害了他 现在你有哪来的脸 让我把他还给你 而且你的弥补 就是让他为你生孩子 你以为所有人都这么好骗吗 面对我的质问 他却眼神躲闪 我冷哼一声 果然如此 来之前我找了 知道顾成情况的朋友打听 又找了相熟的医生朋友询问 我才知道 顾成的身体状况 未必向他透露出来的这么严重 如果有他轻生骨肉的脐带血 他的病还是有一线生机的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才选择让柳如烟 这个傻女人 怀上了他的孩子 到底爱过柳如烟多年 我实在不想让他再受伤害 顾成 我吃笑一声 没想到七年了 你依旧让我瞧不起 你当柳如烟是阿猫阿狗吗 让你呼之急来 挥之急去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真以为没人知道吗 他被我说的脸一阵清一阵白 握着杯子喝了几口水 呛的猛磕 阿成 你怎么样 柳如烟匆匆赶了过来 心疼地拍着顾成的后背给他顺起 顾成壳得直不起腰来 我在一边讽刺地看着他 柳如烟却反手一巴掌甩在了我脸上 许言之 他都已经这样了 你还想怎么样 他愤恨的眼神刺痛了我 我忍不住开口 柳如烟 他回来找你 只是利用你的善良而已 他其实 那又怎么样 他打断了我的话 他想活下去 我愿意让他活下去 有错吗 许言之 我昨天已经说清楚了 你为什么还要缠着我 我愣住了 原来 他知道顾成的目的 却还义无反顾地栽进去 而我多年的陪伴 对他而言 唯一的感觉就是缠着他 许言之 我们放过彼此吧 心里传来密密麻麻的顿痛 柳如烟服着顾成离开 我仿佛看见 那个在孤儿院朝我伸出手的女孩 也越走越远了 从咖啡馆出来以后 我去了好友江易的律师事务所 找他起草离婚协议 知道我要离婚的原委以后 将一气的大骂 靠 顾成有毒啊 真是阴魂不散 怎么都摆脱不了 嫂子他真是糊涂 他难道真的只能跟你共骨 不能跟你同单吗 看了我的脸色 他拍拍我的肩膀 你放心 兄弟一定帮你争取最多的权益 我接过他递来的烟 点燃了又掐灭 我只拿我应得的就行了 哎 放弃你 嫂子一定会后悔的 回到家的时候 柳如烟竟然在 只不过 他是在收拾东西 我忍不住问他 怎么 迫不及待的要搬走了吗 他把手上 正在叠的衣服放了下来 都是我的 我看你的柜子有点乱 帮你收拾一下 看我一脸疑惑 他露出一个无奈的笑 对不起言之 下午是我把话说的太重了 对于他态度的改变 我十分意外 打量了他一会儿 我的目光落到了 他脖子上的钻石项链上 这是我本来打算 送给他的七周年纪念日礼物 设计用的是 他最爱的永生花 代表我对他永恒的爱 只是那天 没能送出去 言之 他放软了语气 像是想跟我和好 顾诚的事情 是我做的不妥当 但是你知道的 我对他其实只是执念和同情 同情需要给他生孩子吗 听了我的话 他奄然一笑 你吃醋了是不是 这么多年 你一直是个完美丈夫 我还以为你不会吃醋吗 你放心 等我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救了顾诚 就能跟他两亲了 好了 我们好好的过 不要闹了好不好 给一巴掌 然后再给一颗枣子 他是知道怎么拿捏我的 我还在奇怪他的变化 手机上收到助理的消息 很快知道了原因 有一句话叫 有事钟无厌 无事夏迎春 用在我们之间也许正合适 今天 柳氏和一个重要的供应商的合作 突然出现了问题 而这个供应商的对接人一直是我 现在整个公司 可能只有我能搞定这件事情 柳如烟虽然面对 顾诚这个白月光 有恋爱脑的时候 但是在生意场这么多年 在他心里也清楚 利益比感情更重要 他冷静下来以后 应该也想到了 我对于公司的重要性 现在 他是借机向我服软 以此来稳住我罢了 他可能以为 只要自己勾勾手 我就会毫不犹豫地贴上去 过去 我确实会毫无保留地帮他 可是现在 我不想再当这个大怨种了 我把将一期 草好的协议书递给他 如你所愿 我们离婚吧 言之 你是真的要跟我离婚吗 结果我手上的离婚协议 随意翻了翻 他看着我 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看他的样子 一点也不相信 我会主动跟他离婚 也许还以为 我是在报复他 昨天说要离婚的话 是真的 既然不爱 不如分开 听到我这句话 他完美的表情 有了一丝裂缝 相识数十年 结婚七年 他比任何人都知我有多爱他 从我嘴里听到不爱两个字 他就有点绷不住了 言之 你在跟我闹脾气对吗 你怎么可能不爱我呢 如果你真的在意故城的话 我让他不再出现在你面前 那你会打掉肚子里的孩子吗 我 他被我问住了 言之 你一向是最善良的 你知道的 这个孩子关系到的 是两条性命 你为什么非要逼我呢 我没有拦着你救他 我们离婚 你生下孩子就故城 明明是双赢 有什么不好呢 初期多年 看我的神色 柳如烟很清楚 这一次我不是在开玩笑 他的脸色顿时缠了下来 离就离 许言之 你不要后悔 刷刷几笔签下自己的名字 他把离婚协议扔还到我脸上 气呼呼地回了房间 我俯身捡起地上的纸 柳如烟原本自己捐绣工整 但协议书上的签名龙飞凤 很明显能看出他有多生气 头上传来一丝刺痛 我抬头摸了摸 指尖上有红色的血迹 应该是刚刚他把协议书砸过来的时候 我的额头被纸张的尖角滑出了一道口子 我找到一个窗口贴 正打算把额头贴上 撞见了拖着箱子从房里走出来的柳如烟 他看到我的伤口愣了愣 面上涌起愧疚 言之 我不是故意的 你疼不疼 我送你去医院吧 我甩开他伸过来的手 没事 小伤而已 天已经黑了 你不用走 我收拾点衣服去酒店住 说完后 我就去房间收拾东西了 关上了门 我把柳如烟挽留的声音一并关在了身后 从家里离开后 我开车到湖边散心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我发自内心的有了自由的感觉 我才后知后觉的发现 原来这么多年 我过得其实并不轻松 因为追逐柳如烟太久 我把爱他当作了本能 内心一直害怕他会离开 七年来 我一直抱着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情经营这段婚姻 连神经都是紧绷的 现在真的放手以后 我才发现虽然难受 但是心口也没有疼得不能忍受 熬一熬 总能过去 虽然现在心里还是空空的 但我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慢慢的去填满 天大地大 我也不是非要围着他一个人转的 想通这些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连带我心情也轻松了不少 天光微亮时 我打算驱车离开 刚扣上安全带 冷不防有个戴着墨镜的娇小女生 拉开了我的车门 师傅 快开车 我回头狐一的看着她 从路在墨镜外面的五官 可以分辨出她是个美女 看起来有点眼熟 看什么 快走呀 她催促着 转过头来的时候 我正好瞥见不远处高楼上的巨幅广告 那张脸分明就跟我车上的女生是同一个人 只是我叫不出她的名字 她看到我盯着广告看 赶忙把头埋下去 我好心提醒 这位小姐 我不是网约车司机 她愣了一下 你不认识我 我有些好笑 看出来你是个明星了 不过我对娱乐圈不熟悉 不 不好意思 她刚要推开车门 就看见后面的一群狂热的粉丝 吓得弯下了身子朝我作一 这位帅哥 拜托拜托了 送我去立都大酒店了 我有些讶异的看着她 没想到她的胆子这么大 一个知名女星随便就能上陌生人的车 报的地址还是酒店 反正我也要去找地方入住 干脆就顺路把她带了过去 下车后 她左手背在身后 挥着右手向我告别 今天谢谢了 有机会请你吃饭 对了 我叫夏欣然 不要忘记哦 同夏欣然的这段插曲我原本没太在意 第二天出门的时候 居然在电梯里又碰到了她 好巧呀 不如交换个联系方式吧 她有一种让旁人难以拒绝的主动 我也就把电话号码给了她 隔天 我和柳如烟约好了去办离婚的手续 明正局门口 顾成大咧咧地陪在她身边 我脸色都没有变 云淡风轻地说了一句 走吧 反而是柳如烟 看到我这么不在意 脸上的表情不是很开心 签字确认的时候 她又迟迟没有动作 惹得边上的顾成频频向她湿眼色 怎么 你没水了吗 用我的 我好心地把笔地给她 她忧愿地看了我一眼 最终还是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从明正局出来 离正式离婚 还有一个月的冷静期 我干脆向公司请了一个月的长假 为了帮柳如烟 七年前我就从大厂跳槽来了柳氏 我们两个相互扶持着 把这家公司撑了起来 她才有了如今的欣欣向荣 还在宁城这个大城市开了分公司 这么多年来 我几乎是全年无休的 现在既然打算跟柳如烟分开了 以我对她的了解 她多半不会让我留下来 那在离开前 我也就想好好享受一个假期 这一个月的时间 我去了不少地方 见了很多人很多事 心理纠结的感觉渐渐的也没有了 而我居然好几次都遇见了夏欣然 机缘巧合之下 我们结伴做了旅游搭子 相处之下 发现我们两个倒是有些秩序相投的感觉 比如都喜欢冲浪 都享受刺激等等 不过她一个女明星 真的有这么闲吗 一段时间下来 我就算在迟钝 也发现了她的刻意 夏小姐 咱们都这么熟了 叫我欣然吧 欣然 我很少接触像她那样主动开朗的女生 斟酌着开口 你故意接近我 是不是有什么目的 我还以为你多能憋呢 她笑嘻嘻地说着 像是早就料到我会问她一样 走吧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被夏欣然带到楚家老宅的时候 我有种仿佛在梦中的感觉 你说 我是楚家走势多年的孩子 从夏欣然嘴里听到这个消息 我脑子都是猛的 名城首富楚家 是我之前想都不敢想的存在 虽然这些年陪着柳如烟 把柳氏的公司经营得不错 也接触了不少上流社会的人 但是柳氏和楚家这种顶级豪门相比 那是完全不够看的 当然 要不然本小姐怎么会制造这么多次跟你的偶遇 第一次悟上我车子的时候 她就觉得我很眼熟 灵光闪现之下 她发现我很像楚家掌权人楚源 就趁机偷偷拔了我的头发 难怪我当时觉得头皮一痛 她跟我告别的时候的动作又那么奇怪 亲子鉴定下来的结果最近才出来了 我果然跟楚源有血缘关系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点我 夏欣然的脸色却是一红 一个爽朗的声音解答了我的疑惑 因为她想在考察考察她的未婚妇啊 楚伯伯 来的人正是楚源 看清了她的长相 我才知道为什么夏欣然一眼认出了我 因为我们两个实在长得太像了 没想到我活到三十多岁 才发现自己不是孤儿 反而是豪门走失的继承人 接下来的日子 我主要就是在楚家认人 夏欣然则努力帮我融入这个家族 我也知道了夏家和楚家是世交 他们这种豪门喜欢定娃娃亲 夏家夫人可能怀了一肚子男孩子 直到我八岁那年 才生下了一个女儿 那个时候 我已经走失五年了 我丢失的地方在一个南方小城 二三十年前监控又不发达 技术也落后 就一直没找到我 这次颜值能被找回来 冉冉功不可没 你们小夫妻两个 还真是天定的姻缘 楚源和几个长辈调侃我们 我却有些尴尬 楚 爸 其实 我已经结过婚了 楚源大手一挥 毫不在意 不是已经在办离婚了吗 他这么一说 我也想明白了 既然要认我 那他们肯定是把我的情况 调查得清清楚楚的了 爸 你也知道 我是结过婚的 这对欣染不公平 所以 我们两个的婚约 还是作罢了 没想到我说这个话的时候 被夏欣染听到了 他气得转身就跑 我连忙追上去 楚源之 不要告诉我 还放不下那个柳如烟 你是不是傻 人家都给你戴绿帽子了 你还这么死心塌地 我叹了口气 我又不是受虐狂 怎么会还在意他呢 我真的只是觉得 自己配不上你爸了 我年纪比你大八岁 还结过一次婚 如果我有一个 像你这样的女儿 都不会让她嫁给我自己 面对我的解释 夏欣染却不是很在意 豪门联姻就是这样的呀 至少这段时间跟你相处 我很开心就行了呀 感情是能慢慢培养的 反正我没喜欢的人 你现在也没有 不就行了 看不出来 他居然比我更容易 接受家族的安排 见我还不是特别相信他的说辞 他才坦白道 好吧 跟你说实话 我同意这门婚事 最关键的是因为 只要我结了婚 就能名正言顺地进入下室了 你的能力我考察过了 你是可以帮我的 他这么直言不讳 我才知道为什么 别人总说豪门人均八百个新年 表面上夏欣染 是一个勇闯娱乐圈 看似对继承家产 毫不关心的富二代 其实那只是 他放出来的烟雾蛋 在他心里 夏氏这块大蛋糕 迟早是他的囊中之物 说开了之后 我和夏欣染之间 也算是达成了同盟 等我正式离婚后 我们就结婚 也算是各区所居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到了 我和柳如燕 按约定去领了离婚证 言之 脚步轻松地走出 民政局的时候 柳如燕叫住了我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 他的精神状态 好像不是很好 眼下有一层明显清黑 算起来他怀孕 也超过三个月了 小富可以看得出龙起了 但他的样子 却比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看起来瘦了 想来这些日子 他又要处理公司的业务 又要分神照料故城 过得可能有些辛苦 不过这条路 是他自己选的 也应该对自己负责 看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只略点了点头 打算离开 却被他拉住了一条 言之 公司的股份能不能转让给我 我轻笑出声 果然被我猜到了 你让顾城放心 我手里的那些股份 我早就处理掉了 不会动摇你的位置 而且柳氏我也不会再回去了 那一个月里 顾城明里案里发信息 暗示我既然要离婚 就不要攥着柳氏的股份不放 要求我跟柳如燕 彻底划清界限 回归楚家以后 我在找人详细地 调查过顾城的财产状况 才知道他这些年 在海外的投资全部失败了 所以才会灰溜溜地回国 他也是知道柳氏这些年 效益不错 才会制造和柳如燕的偶遇 当然 他得觉证是真的 基于临时也是真 而这一切 柳如燕应该也是知道的 他心里可能也是有过动摇的 只是我表现的决绝 而他对顾城当初的滤镜太重 他的执念又太深 才不舍得放手 他固执起来 真的没人劝得懂 看着面前这个 占据了我大半人生的女人 我最后再提醒了一句 柳如燕 多注意一下顾城吧 还有就是 再见 我以为我和柳如燕 还有顾城的交集就到此为止了 没有想到还会再见 那已经是半年多以后了 我陆陆续续地接手了 一部分楚氏的业务 那天是一个新能源项目的发布会 我以楚氏负责人的身份出席 在休息室的时候 集团的一个高管跟我打了招呼 说有个朋友的公司 就是做新能源的 想让我们楚氏去考察一下 争取我们的一点投资 因为那个高管也是元老级别了 我就给了他一个面子 楚少你好 我是柳氏的总裁 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 我皱着眉头转身 看到的人果然是顾城 你什么时候变成柳氏的总裁了 柳如燕呢 顾城看到是我 瞪圆了眼睛不敢认 许言之 你怎么会在这里 什么许言之 胡说什么 这是宁城楚家唯一的继承人 楚言之楚少 顾城被那个高管拉了下去 他张了张嘴 半天也没说出下一句话 我不耐烦地甩甩手 柳如燕呢 看他的气色 倒不像是病入膏肓的样子 按时间来算 柳如燕应该才刚生下孩子吧 就算齐带穴有用 他的病能好得这么快吗 而且 他以柳氏总裁自居 难道柳如燕把柳氏都给他了 楚 楚少 我还是下次再来吧 面对我的质问 顾城显得尤为心虚 我直觉他没做什么好事 便让人先把他留了下来 再找人去调查柳氏的情况 见我要把他扣下 顾城激动大喊 我只是来谈合作的 你凭什么不让我走 我抬了抬眼皮 波澜不惊道 顾总急什么 我就是想跟你谈合作的呀 合作之前 彼此增进一些了解 不过分吧 你要拒绝也可以 除非 你们柳氏不想在宁城生存下去了 在宁城 楚氏的名头是真的很好用 听了我的话 顾城也不得不老是坐了下来 调查的人效率很高 半天的时间就把情况了解清楚了 听了他们的报告 我又气又怒 如果可以 我真想把顾城调起来打一顿 我们离婚后的第二个月 顾城就和柳如燕结婚了 三个月之前 柳如燕度了里的孩子刚满八个月 顾城觉得自己情况不乐观 就哄得他去医院里催产了 柳如燕早产生下一个瘦弱的女儿后 顾城立马就找医生 拿了孩子的期待瘦救命去了 至于早产的孩子 还有虚弱的柳如燕 就被他这么抛在了医院 还好之前柳如燕有我的提醒 也留了个心眼 找了相熟又靠得住的朋友帮忙 他虽然受了些罪 但好在最后有惊无险 那个孩子住了两个多月的保温箱 也保住了 顾城也是命大 做了手术之后居然治好了 他也知道自己趁着柳如燕 分娩的所作所为 很不是东西 又怕柳如燕恢复好以后报复 就趁着他坐月子和照料孩子的功夫 把持住了柳氏 把柳如燕架空了 等柳如燕反应过来的时候 整个柳氏也已经是顾城的囊中之物了 他一个人势单力薄 还要照顾病弱的女儿 就向顾城妥协了 下面的人发来了柳如燕现在的照片 看到那苍白瘦弱的样子 我还是心软了 我让人把柳城扔了出去 又命人盯着他和柳如燕完成了股权的交割 把柳氏还给了柳如燕 只是顾城实在不是这块料 柳氏在顾城手上的这两个月 效益直线下滑 这个分公司怕是在宁城留不久了 我想起柳如燕和我刚来宁城开疆扩土 是他信心满满的样子 就觉得有些唏嘘 他最在意人毁了他最在意的事业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少爷 柳小姐他说 想见你一面 得知是我帮了他的时候 柳如燕找人递来的话 我却拒绝了 这一次对他的心软我已经是破裂了 如果再跟他见面 我怕家里的那个祖宗真的要生气了 告诉他 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他了 以后他过得再好再坏 都跟我无关了 他也不用再想办法把自己的近况透露给我了 柳如燕的性格我清楚 虽然他有脆弱的时候 但是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不会让自己陷入这么被动的境地 除非他是故意的 他想必是通过自己的渠道 知道了我是储家的继承人 也知道我有个心软的毛病 也许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挽回我 但是我实在是太了解他了 所以没有选择去见他 我们两个既然结束了 就好好结束吧 哼 算你识相 助理在我的默许下把我和柳如燕 故城之间的事情告诉夏欣然的时候 他不轻不重地朝我哼了哼 他朝我挑挑眉 我从善如流地给他捏尖 说起来 你怎么不去见他一面啊 看起来人家 还对你念念不忘吧 夏欣然这会脸上的表情虽然是笑盈盈的 但我保证 如果我真的去见了柳如燕 他一定会给我颜色看 我有意逗逗他 本来是不想见的 你这么一说 要不我还是去见一见 你敢 夏欣然做事要来揪我耳朵 我连连讨饶 我们两个胡乱地闹作一团 把那些不重要的人和事抛在了身后 几年之后 我无意间听说了顾城他们的结局 他和柳如燕的纠葛 没有像我们预想的那么快结束 柳如燕在拿回柳氏以后就跟他离了婚 但是他又以自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为由留在了他身边 柳如燕竟然也同意了 做了一段时间的全职先生以后 顾城又动了心思 他不知道怎么勾搭上了柳如燕的竞争对手 出卖了不少柳氏的机密 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柳如燕终于不再对他手软 找权了证据之后 把顾城送进去喝茶 关了两年出来后 又找上了柳如燕的竞争对手 结果对方的原配有黑到背景 找人打断了顾城的腿 扔进了乞丐窝 对了 那个竞争对手 是个男的 这么来回的折腾 顾城原本已经痊愈的旧病复发了 这次没有人再给他提供期待血 病症发展的又快 很快他就在饥寒交迫之中死掉了 至于柳如燕 听说是关掉了分公司回海城了 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没办法 谁让家里有个爱吃醋的祖宗吗 番外篇 柳如燕视角 柳如燕处理完手头的事情 看着身边乖巧的女儿 牵着他的手准备下班 又是七年过去 柳氏集团的规模却比七年前还缩小了一半 效益更是一年不如一年 也不知道还能再撑几年 公司外面的电视大屏上 正在播放处事集团总裁的采访 岁月好像在那个男人身上 没留下太多痕迹 已经不过之年的 他比多年之前更加成熟了 举手投足之间也多了一丝贵气 反观自己 虽然手上有个公司 也被人称一句刘总 但与那人相比 两人之间横跟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而这条鸿沟 本来是可以不存在的 如果没有那次意外 没有那张运简单 一切也许就不一样了 回望过去 柳如燕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了 像被顾城吓了降头一样 忽略了身边的人 却选择了一摊泥 自己感动了自己 结果也害了自己 妈妈 我们回家吧 愣着之间 女儿拉了拉自己的袖子 她低头看着小姑娘的脸庞 心里浮现出不知名的情绪 小姑娘长得真是越来越像她的亲生父亲了 幸好柳如燕还有李志 才没有迁怒于这个小生命 只是面对她的时候 却一次又一次地想起那些令她后悔的往事 回去吧 最后她叹了一口气 牵着女儿走入萧索的秋风之中 那本应充满幸福的未来 终究是与她无缘了